海小姐 我相信您要是看过我们的企划案 肯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我再给您简单解释一下吧 我们这回不仅仅是想邀请您 作为代言人 我们还想邀请您参与我们的产品设计 打造一个以您为代表的个性品牌 这样在您超模的属性上 就会增加设计才华有实力的标签 这样对您个人的形象和定位 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你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的形象不够好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找代言人也是会经过市场调查的 所以市场调查的结果是 我的确形象不够好 所以需要提升咯 海小姐 您为什么要曲解我的意思呢 因为我不想跟一个抄袭者合作 据我所知 你因为抄袭事件被拆除了是吧 而且现在问得臭名远扬 被你抄袭的那个设计师 好像就是盛红的 对吧 顾总 顾总 你雇佣一个这样的员工 难道不担心你的行业口碑吗 李小姐 你有这样的黑历史 居然还敢跟我来谈合作 我猜 你应该是 想借用我的名气来给自己洗白 对吧 不错 很有手段 可惜啦 我没那么好骗 对吧 抄袭是我不对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我不希望您因为我 而放弃和妞菲斯的合作 如果您的顾虑是我 我可以退出这个项目 由其他人来负责 够了 顾红对妞菲斯的定位 是高贵而不是优雅 华丽而不是温暖 本以为海小姐是符合这个定位 但没想到海小姐本人是个言辞刻薄 图有外表的人 既然于形象定位不符 那就不要合作了 你站住 站住 你说谁图有外表 海小姐 郭总不是那个意思 这么简单的话听不懂 这里面还有第二个海小姐 你 说到形象和定位 你确实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你已经二十五岁了 跟那些十四五岁的超模比 足以老的十岁 如果你想转行做设计师的话 怀疑智商也不够吧 郭总不是这个意思 过分 你还不能走 你现在把事情搞成这么一个烂摊子 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我只请你来帮忙的 不是帮到忙的 他这么侮辱您都能认吗 我们现在有求于人家 咱们姿态放低一点 受点委屈 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能谈成合作 达成目的不就可以了吗 你真这么想 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是 我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他说那抄袭您的人 你别忘了 最开始指责我抄袭的人是你 我连你都忍我 为什么不能忍他 说到底你是老板我是员工 你都不着急 我有所谓 回来 干吗 回来 你居然不想回我那儿住了是吗 你要我回来也可以 现在去给海琳娜道歉 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海琳娜来做我们的代言人是最合适的 不管是从外形上还是知名度 现在回去道歉还来得及 那你不用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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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